国庆假期来临 许多新人选择在长假期间举行婚礼 在今年的婚礼热潮中 过去一些标准化 煽情的流程逐渐被掠去 彰显个性 氛围轻松的新婚礼方式 正在被更多人选择 最早期我们在做婚礼的时候 如果作为主持人不会煽情 那说明你功力不够 现在的新人都多才多艺的 他们也希望在婚礼自己的这个舞台上 能够把自己更惊喜的一面 展现给亲朋好友 当天聚焦都在新娘身上 也不想哭得跟泪人似的 而且化妆 现在的新人 婚礼流程上就会更个性化 更喜欢融合自己的东西 比如说办目的地婚礼 会找一个自己比较喜欢的地方 或者城市 比如说你像游园会的形式 会有一个套圈游戏 宾客来了之后 我们放一些小礼物 可以安排一个套圈 比如说新人会在婚礼的仪式当天 参与一个抽奖 就是大家来参与婚礼 而不是这种吃饭 看仪式就好了 90后 甚至有00后的新人 都喜欢简洁简约 像08年左右 我们主持婚礼的仪式 嘉宾的讲话时长 有的讲5分钟 有的讲10分钟 甚至有的讲20分钟 现在基本上就是 把这些繁琐的事情 能简化都简化了 婚礼时长变短 婚礼程序精简 当今婚礼为何会有这样的变化 不同青年民众对此有着不同看法 一是社交媒体 我们现在接触到的事物 确实是走得更前一点 然后再加上自己思想的一个转变 请大家来一起吃饭 就是个形式而已 但是婚姻最终还是那两个人 官方的话来说 它是不带情感色彩的 但是结婚这件事情 它其实是非常有情感意义的 所以你在有情感的时刻 说一些官方的话 那肯定大家都会抛弃这种 请婚礼师让台下的人哭得稀里话 那更像是一种教育 所以我觉得婚礼 为什么流程精简 其实是感情的浓度变得更高 它会在更短的环节内 去有更强烈的情感的迸发 那些表面的东西 只是为了在别人面前有面子 但这些实际的东西 才会在未来给自己留下 一些更美好的回忆 专家认为 婚俗的变迁 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 应当给予当代青年 彰显个性的空间 婚俗一般情况下 按照老理来说 有那么六大步骤 从周朝数就有了 叫纳采 问明 纳吉 纳征 请妻 亲盈 这么六个步骤 慢慢的就变成吃一顿饭 大概其实认识一下 这个庆假也就可以了 包括可能我不去你们家会庆假 一些礼品通过什么呢 快递的形式送过去了 这就是也就要以时即进的一种方式吧 未来 其实穿什么服装服饰 我觉得不是很关键 现在年轻人的生活节奏比较快 自己都能够在一种愉快的 温馨的这种气氛当中 能够享受他属于他自己的这场婚礼 共同的一起度过这一段愉快的时光 他就达到这样一个目的 就足够了